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話說根據台灣國防部智庫 國防安全研究院的消息指出 原來在3月16日的時候 有十幾艘大陸漁船在金門海衛一帶 蓄意衝向和撞擊台灣海巡柱的兩艘巡防艇 在當日本來這兩艘巡防艇 連同金門縣政府的一艘護漁船 在小金門的檳狼罪海域一帶執行任務 他們想著驅逐大陸的船隻 以及清理非法的捕魚網 忽然之間彈了十幾艘沒有船名和沒有編號的大陸快艇出來 而且全部闖進台方海域 將這兩艘巡防艇以及金門號護漁船包圍著 在大陸快艇上的人 撿起石塊和空的玻璃酒瓶 扔向台方巡防艇的人員 甚至有快艇故意衝撞台灣的巡防艇 使得雙方有近距離的潛鬥 在此情形下台灣亦不甘示弱 發射了十一枚震撼彈和布袋彈 來驅散大陸快艇 事件中沒有人受傷 但其中一艘台灣巡防艇的摩打受損 根據國防安全研究院消息說 這件事屬於灰色地帶衝突 即未達到戰爭門檻 但又屬於非傳統或非常規的武力使用 在這情況下 被攻擊的一方難以決定 到底應該以警察或軍事武力回應 從而使得決策時間拖長 或者作出誤判 有利於施襲的一方 此外在目前這件事件的性質難以論斷 可能是偶發性的騷擾 但若然不是單一事件 台灣可能會低估大陸這些快艇 對於台海安全的威脅 實情這些擺明就是賊佬試沙包 先試試水溫 先弄十幾艘這些 都不知是軍用還是民用的快艇 狡猾到連快艇的船名和編號都要匿藏 當然要這樣做 因為方便可以抵賴可以卸責 又起什麼事上來的時候 他就可以賴 你怎知道這艘是官方船隻 可能是那些刁民自己私下去行動 可能那些刁民就是不滿你台灣 去驅逐漁船 以及清理了別人的非法暴漁網 所以就向你報復 不關官方事 他絕對可以這樣說 因為沒有編號 沒有船名 現在這樣試一試你反應 根本就是為了將來 一旦台海衝突出現升級的時候 他就知道原來你這班人 那個決斷能力也很有限 但是台灣海巡署的海員 又陷入一個兩難狀態 他沒理由看到那些完全沒有編號 沒有船名的船隻快艇 馬上就以軍事的方式來回應 一旦擦槍走火的時候 誰背得起飛 所以希望當局都要對這些海員提供多些訓練 使他們能夠當機立斷 看到他就馬上就像今次這種方式來回應 震撼彈 布袋彈 一樣可以 一射一射他就走了 好過現在這樣被人衝過來 其實是名俠 因為大家看影片就看到了 有些大陸的快艇 就故意衝向台灣的海巡艇那裡 實際兩艇都是小艇 尺寸差不多大 但是大陸快艇就在數量上佔優 十隻就對兩隻 這些擺明就是戰狼式的挑釁 外交部就有外交部的口誅不伐 這班都不知道是軍用還是民用的大陸快艇 沒有編號沒有號碼 總之就是他就他做 其實搞這麼多這些把戲 無非都是為了等到有朝一日 一旦中國內部出現一些什麼狀況的時候 就有些招式可以轉移國內人民的視線 這些又不會構成軍事衝突 都不知道是什麼船來的 反正就可以有助於轉移視線 就說台海出現問題出現狀況 其實玩足這麼多年 都是以民族主義來應對國內矛盾 接著就要說一下國際間的口罩爭奪戰 美國就因為這個口罩問題 竟然一下子捉怒了德國、法國和加拿大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德國的內政部長就控訴了 這位蓋澤爾就說 我們德國柏林的警隊 就向3M公司訂購了20萬隻 FFP2級別的N95口罩 本來就已經在中國的廠房 運到德國的途中 但在途經這個泰國曼谷機場的時候 就遭到沒收 這位內政部長就說不用問阿貴 這批口罩當然被轉運到美國 他就批評美方的行為 好像現代海盜一樣 敦促美國政府要遵守國際貿易規則 就算處於全球危機的時刻 都不能夠採取這種西部牛仔的強搶手段 但是呢 3M公司就發了聲明說 現時沒有證據顯示 有3M的產品被沒收 3M也沒有從柏林的警方那裡 收到任何的訂購口罩紀錄 這就真的出現了羅生門 特朗普總統也在白宮記者會 予以反駁 他就說 沒有出現任何的海盜行為 情況恰好是相反 但是他就沒有再詳細說明下去 怎樣相反呢 這就罵出羅生門 罵劇 罵戰 除了德國以外 其實還有一些地方 都是向美國作出投訴的 包括法國 法國巴黎大州的首長就說 本來我已經找到一批口罩的貨員 但是美國有些買家 竟然出夠3倍的價錢 而且提前付錢 即是給足錢 忽悲 將那批口罩就買走了 這個首長就形容 現在採購口罩就搞得好像尋寶遊戲一樣 美國就喜歡攔截和高價來搶貨 而加拿大總理杜魯多也批評 近期有一批準備由中國運到加拿大的口罩 中途就被高價買走了 那個買手又是來自美國的 除了那些口罩被人買走以外 美國還停止向加拿大出口的N95口罩 因為特朗普總統作出了批示 他就說要引用國防生產法 迫使3M公司盡可能大規模地生產口罩 而且要提升產能 還禁止他們出口N95口罩去加拿大和拉丁美洲 但是3M公司就嚴厲地駁斥特朗普 他就說 雖然已經按照他的要求 停止出口這些口罩的物資 但是警告這個限制會造成重大的人道主義影響 而且會導致其他國家仿後 而且3M公司又反駁 已經在兌現特朗普總統的供應承諾 每月的產量已經達到1億隻 這1億隻當然就是N95口罩 不是普通外科口罩 實情1億隻除了30天 每天就是333萬隻左右 這個數字 對比起台灣有千多萬隻 台灣那些是普通外科口罩 故此這兩組的數字就很難直接來比較 但是這個口罩爭奪戰 對香港也有很嚴重影響 首先香港生產的口罩 其實全部都是那些很雞的外科口罩 一般醫院用的N95 全部都是要進口的 大劑了 當美國這位老大哥 他都數為來用美金 高價收購口罩的時候 香港的醫管局就沒有運行 以他們那種官僚 以他們那種採購速度 就算下單了 你看不到貨 也不要當自己買了買到 而且目前存量還有多少剩下呢 我想中有一天 那些醫護人員 都會有可能 有機會 那些N95口罩就是要重用 消毒以後重用 現在大家都聽到 那些政府官員都慢慢開始放風聲出來 根本上醫療物資就很緊絕 這個和什麼有關呢 就是和你香港政府過去的二十幾年 都是不重視工業有關 自從80年代工業北移以後 一尾專注發展的四大產業 全部都是建築於泥沙之上 全部都是炒賣投機 實業全部拜拜 大家又可以看看台灣 人家保留了他們自己的工廠 自己的生產線 自己的工業 所以他就可以生產這個口罩 而且連原料廠也有了 根本上整個生產的供應鏈 就在台灣那裡 講一下那隻口罩 口罩中間那塊叫做熔噴不織寶 國際市場的價格已經升了八至十倍 但由於台灣自身有生產這隻熔噴不織寶 所以可以優先提供給國內的生產線來使用 這樣就可以確保得到 口罩的供應和價格都是維持穩定的 不會使到原料價格上升 就一下子轉嫁去消費者身上 而且人家的產能 在放完清明節年價以後 人家可以每天生產到一千五百萬個口罩 而且還會逐步提升 那你香港有些什麼呢? 只是說CSI 又說那些民辦的企業 完全是民間力量來自救 特區政府也不知道在做什麼 人工全球第二高 效率全球最糟高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